哈囉大家好我是RT 動畫與卡通一開始出現時 可能是為了兒童而精心設計的影片 但是隨著動畫的加速發展之後 越來越多不是為了兒童所創作的動畫 也開始排山倒樹而來 各種充滿色情暴力 或者諷刺社會政治現況的題材 真的是多不慎熟 那麼讓我為大家介紹本次的贊助廠商 甚至是新史正義傳說 11月4日全新改版的冥王篇終於來啦 現在只要持續登錄就送雙子座卡諾 卡諾還有經典名醫西歐機率上升 更有機會獲得冥王黑帝斯的超屌模型 官方狂送40隻機會暴增 還不趕緊點擊下方連結下載遊戲領大獎 那麼讓我們言歸正傳 到現在還認為動畫電影是做給小朋友看的人 在看過這個盤點之後 應該就比較不會那麼認為了 這動畫界裡多的是專屬於大人的經典作品 今天我們就來盤點專屬於成人的動畫有哪些 如果覺得這類影片還不錯的話 歡迎按下訂閱開啟小鈴鐺呦 那麼廢話不多說 馬上進入正題 首先就來一部口味蠻重的1984年的少女春 由日本列奇漫畫大師完尾莫廣的作品改編而來 不受世俗道的倫理約束 情色就是調味料 暴力就是身體語言 畸形的不是人體而是扭曲人心 交互堆疊的變態社會 作為遭到日本進播的重口味作品 故事講述女主角小鈺在母親李氏後 被藝人雜技團收留寶獸 欺凌性侵尋找救贖的故事 結果這個小鈺最後還是得不到應有的幸福 全劇可說是充滿烈奇暴力與性虐待 對這些畫面無法接受的人 真的不要擅自去嘗試 絕對讓你神經衰落 接下來是2012年的阿修羅 由喬治秋山的漫畫改編了同名作品 故事講述日本安平時代的戰亂時期 那是一個人吃人的可怕時代 有那麼一個孕婦在破廟裡生了小孩 後來餓得發慌的媽媽開始吃起了腐蝕 甚至一度想把自己的兒子也給吃了 肚子餓的滋味 真的不是現代人所能體會的可怕 後來轉眼8年就過去了 被媽媽拋棄了孩子長大成人 碰到一位高僧就是大打出手 而在這位高僧眼裡 這孩子就像是阿修羅一般 嬰兒得名阿修羅 後來阿修羅在漂亮姐姐的調教下 漸漸的學會人性 卻因為誤傷了漂亮姐姐的男人 而再度被姐姐拋棄 在這劇中 有人可以為了一口飯而殺人 也有人可以寧願餓死 都不吃眼前的人肉 最後阿修羅成為了僧侶也在此頓悟 人的本性就是透過吃掉其他生命而活下去 因此更要心懷感恩的努力生活 劇中充滿了各種寫實的衝擊畫面 噴血屍體什麼的 養樣都不會少 但是劇情卻充滿了人生道理與殘疑 正如莎士比亞所說的 世間本無善惡端看個人想法 然後是2000年的人狼 這麼功可導演押緊手編劇的作品之一 故事以古典童話小紅帽與大野狼為藍本 代入左派繁體制的紅 以及代表帝國主義的狼 全片極力排除電腦動畫 堅持以手繪的賽陸陸風格呈現 但還是有些許電腦動畫在裡面 可說是20世紀最後的高水準賽陸陸動畫 而且戰鬥場面相當的血腥 劇情講述二戰的戰敗國日本在 戰勝國德國的佔領統治下 為了脫離混亂回歸國際社會 而強制執行的經濟政策 造成了失業與犯罪率暴增 還出現了一個名為異端的激進派集團 造成各種武裝蟹鬥事件 最後小紅帽與大野狼因為各種原因 本事對立的兩人開始日久深情 本想作為男女一起生活 無奈大野狼本來就是生而被訓練成殺人機器的狼 最後只能被迫做出選擇 可說是相當令人心寒的一部作品 後來由韓國改編的真人電影版那個票房是 奇慘無比 慘招真人畫 然後是1987年的機器人嘉年華 八位導演 八部短片 一次狂歡 導演不愛乎就是阿基拉的大友克陽 以及梅金泰成等等的著名導演 八個故事更是各個都有獨到之處 尤其是梅金泰成的第四個故事更是驚為天人 要說最近有什麼類似的作品 大概就是愛死機器人了吧 再來是2004年的Deadlifts 可說是眾多作品裡極度瘋癲的一部作品 真的是不知道導演到底課了什麼 卻非常想要演來一點的那種 全劇並沒有太多的血腥性愛內容 就是簡單講述一對男女的越獄之旅而已 再加上一堆花式耍香的打鬥畫面 透過奇異的色調與誇張的表現方式 還有各種意義不明的神展開 讓觀眾感受到它完全不同的特殊魅力 然後是2001年的貓湯 同樣也是一部相當詭異的短片作品 但是它的畫風卻走的可愛風格 讓人是更加的毛骨悚然 故事講述貓弟弟為了拯救重病的姐姐 一路追尋死神 奪回姐姐的靈魂 劇中血腥和暴力的事件是源源不絕 看似給小朋友看的畫風 卻完全是給大人看的黑暗主題 劇中所散發出的種種氛圍 無不給人一種陰暗的感覺 還蠻有意思的一部作品 那是2012年法國的自殺專賣店 改編自同名小說 顧名思義就是一個販賣自殺的專賣店 顧客可以在這裡找到自己需要的東西 殊不知這家店的主人卻生了個叛逆的兒子 從小就笑口藏開這怎麼行呢 到了最後甚至開始擋自己爹爹的財路 各種阻止顧客自殺 看似可愛的小朋友畫風 在畫面的呈現上則是各種的十八鏡畫面 而故事的結局更是跟電影的標題完全相反 自殺專賣店被兒子搞到歇業 是的 它是一部立志的正向電影 在看了這麼多血腥暴力性愛的黑暗動畫後 咱們再來一點比較平緩的 那就是1988年的營火蟲之墓 先說它不是宮崎駿的作品 雖然長得很像 但這不是高田勳導演指導的 小時候看完全看不出它有哪裡恐怖 等到你長大之後再來重看一遍才會發現 真的是恐怖至極 而那個對戰爭的恐懼 跟前面那部阿修羅其實是差不多的 就只差在畫面的表現沒有那麼的血石血腥 還有小時候看到妹妹吃石頭的畫面 真的是有夠震驚 HOLY SHIT 再來就是2009年的十四道門 又被稱為鬼媽媽 故事講述女主角有強大的好奇心 奔鬥新家後各種道術闖當 最後終於闖到義次元裡面 還差點就被收走 真的是好奇心會殺死一隻騷女 雖然沒有前面幾部那麼的血腥恐怖黑暗 看似而通向的表現方式 卻有將鈕扣縫在眼睛上的設定 還是令人相當的不舒服啊 更別說讓小孩來看呢 晚上還不嚇到尿不知 然而要說專屬於成人的作品 那麼絕對不能錯過的就是這位 鬼才大師的四部曲 是的就是咱們的精明導演四部曲 首先是1997年的藍色恐懼 一部影響後是許多電影致敬的作品 改編自逐內一合的小說 Perfect Blue完全變態 故事講述女主角為馬想要成為明星 是在公司決策下要她朝演員之路發展 女主角雖然抗拒 但也只能服從公司決策 全劇有三個主軸 偶像驚悚跟蹤 就這樣隨著越來越多的演出 又奉上編劇為了自肥而散自加入的強暴戲碼 而這也是在諷刺全世界異能圈 濫用職權的黑暗現象 於是未馬開始發現自己的腦袋越來越奇怪 分不清究竟哪邊才是現實 就如同《紅樓夢》裡一副對聯所寫的 假作真實真一假 無為有處有環無 也就是說當你把假的當成真的 真實就會變得像假的一樣 而將不存在的東西當成存在的東西 真正存在的就像不存在的一樣 而這是一件相當可怕的事情 就這樣未馬身邊的工作人員 一個接著一個被殺 而兇手竟是那可怕的人 難得只要看過藍色恐懼的人 再去看黑天鵝就會發現 這兩部有許多相似之處 甚至在黑天鵝同導演的作品《惡夢玩格》裡 也同樣參考了藍色恐懼的各種表現手法 瘋狂的致敬 有次可見戴倫艾洛諾夫斯基 真的非常喜歡藍色恐懼啊 而成本金敏導演會以逼真驚悚 還有信譽暴力的橋段演出 就是想讓觀眾去體會味馬的感受 可做是一部對心裡有極大衝擊的驚悚作品 內心不夠堅強的人還請不要輕易嘗試 然後是2001年的《千年女優》 跟前一部比起來就相當的頻緩 以特殊的服飾味風格表現 金敏自己也承認這部《千年女優》 受到了日本著名老導演黑澤民的《蜘蛛潮城》影響 而《千年女優》則是講述一個淒美的浪漫故事 將整個日本歷史濃縮在一部電影之中 所以才會叫做《千年女優》 以戲中戲的表現方式敘述主角千呆子 跑了又歇歇了又跑追尋夢想的一生 而曾經紅急時的他卻在巔峰的時刻選擇影響 他演過了每一部電影都為其終身的追尋做了豬姐 他的人生就是一整部戲 不過最厲害的還是金敏的敘事能力 在如此複雜的片段中穿行卻讓觀眾絲毫不會覺得怪異 也並不會疑惑 本作可說是一部令人極度深思的作品 當年在公視播出的時候 連我媽那樣古老思維的人都看得津津有味 真的是讓我大吃一驚 可見這部作品有多麼的厲害 不過在當年因為神影少女的強大光輝 而使得這部電影比較不為人知 再來是2003年的《東京教父》 這部可說是精敏作品裡相對另類的一部 沒有了虛實交錯和戲中戲套中套的結構 而是認真的在講一個關於奇蹟的故事 故事為了在退役自行車手 女莊大佬以及離家出走的騷女 三位流浪者不約而同的在垃圾場找到一名棄嬰 就這麼展開找他媽之旅 殊不知這其實是一個設計好的計劃 女嬰身旁的袋子被人刻意放了許多找他媽的線索 最後在尋找的過程之中 女莊大佬開始對女嬰日久深情母性大爆發 認為他就是女嬰的媽媽想要撫養他 但這男者認為他們都自身難保了 更難提給女嬰應有的幸福 還不如送還給親生父母 就像現今許多鄉民所說的 養不起就不要生 何苦生一個來自修羅地獄 然而我個人是這麼想的 難道窮人就該死不該擁有自己的孩子嗎 沒有這回事 富人有富人的養法 窮人有窮人的養法 生命本來就不分貴賤 只要你是真心為了孩子細心的照顧與教養 沒有任何人可以責備這樣的父母 生命自然會找到他的出路 而故事中的三人都有自己可歌可忌的故事 就像現實中的每個人一樣 背後都有著不為人知的辛酸史 再來是2006年的盜夢偵探 在這部作品裡 金敏將他特有的非線性敘事方式 以及虛虛實實的表現手法 發揮的是淋漓盡之 可說是在上一部作品裡憋著沒完的絕招 在這部作品裡一次全部宣洩出來 也就是金敏的極大神之作 故事講述一位精神治療師敦子 發明了可以進入夢境的機器 殊不知這部機器卻被別人給偷走 於是為了避免亮成大禍 敦子和他夢中的化身紅辣椒 開始追查兇手 整部戲在夢與現實之間無縫接軌 可說是金敏最強的表現方式 讓你完全沒有發現其中的轉換 還有夢境場景裡的各種玄幻畫面 帶給觀眾嶄新的衝擊力 可說是無法言喻的 更證明了金敏不需要高調炫技 就可以拍出一部非常有趣的動畫電影 而暴力裸露的那些情節 基本上就是這類黑暗器作品的標配 還有那部全面啟動 正是深受這部作品影響 雖然導演至今還未承認 看過到夢偵探再來看全面啟動 就會發現 全面啟動真的只是小case而已 只可惜金敏導演做完這部之後 隨即就在四年後因癌症去世 真的是非常的可惜 如果再讓他多活個幾年 日本動畫界將會更加的輝煌 那麼今天的盤點就到這邊 美金泰神三部曲在這邊就不多做討論 雖然劇情與表現手法都相當經典 但他還是比較偏向於李帆的作品 我是RT 動畫真的不只是給小朋友看的 我們下次見 掰掰 directly 我們下次見